听得懂吗 我很怕 我最怕你们的眼睛就是 听不懂 所以为什么 从过去到现在 对于真正的 我关心的学生 我都叫他们不要学八字 就是不要的去执着 不是不要学 你可以去学 但不要执着他 因为看八字 看到我这个级级 就像前几个月吧 还是前三个星期 我不知道是哪个时候 有一个面询来 然后我看了他一眼 我走出去 我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隔天就来做工了 我告诉我的助理 他不会做了 注意说 没有 不会啊 他三点还带他一起去吃饭 很开心的 两个人一起去吃饭 又回来 因为他管他的 最后不做了 马上当天放工了就不做了 工钱都不要拿 想不想学这样 我儿子昨天问我 他跟我一起吃饭 他说 爸爸 我看你的YouTube很多 我想问你 我以为他要问我什么八字 我多么开心 为什么你知道姐姐跟她的男朋友不会超过今年的新年就一定会分开 我看我的女儿的男朋友看一下 人不错 看你一下 我跟他说 你们不会超过新年 这是1月1号 分了 然后上五六天前 我女儿 收圣诞节的礼物吗 来拿 拿一个礼物 然后 他说 爸爸 我有东西要告诉你 你分手了 嗯 你现在认识一个男的了 嗯 那个男的短头发 头发这边没有 短头发 咦 你怎么懂的 骑鬼子啊 为什么你 你怎么懂的 还是做服务业的 再说下去他就要哭了 然后他说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再说话了 他说 等一下你又说过不了新年了 所以 所以啊 所以啊 为什么会有这些呢 嗯 因为我会用我的命组 我懂得怎么去用它 所以我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呢 你们也可以知道的 比如 我的老公现在应该在家了 这个时间应该回来了嘛 差不多是这样啊 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你们一定要懂得命组 要知道这一些 你就能够 这个 这个只是问财 问财 如果有人说 哎 师父 我想要知道我的身体健不健康 那这个不可以 这只能问财而已啊 你不要拿这一张 去西北楼 我跟你讲 你们的夫妻啊 美俊啊 他有很多 有财啊 有健康的啊 他有一套一套的 不一样的 但这个是一个总结 这是一个总结 好 比肩 我们八字里面有十个天干 大家都知道 当然还有十二个地支 那么我们八字里面 第一 一定要先找出命组在哪里 我现在告诉你的呢 就是轮胎 staring 油 镜子 锁食 然后慢慢才成为一辆车 平时都是告诉你们 怎么样保护你们的车 现在呢 我们把它拆开来 所以有一点乱 但是你这个一定要学 等一下我们走进去 你就更容易懂了 好像现在我说 十个天干 嗯 懂了 有阴阳 嗯 为什么你会懂 因为刚才有听过了 好 我们再继续 这个也是看天分了 看天分 好 我们八字里面呢 一定会有 这些东西 这些红啊 蓝色啊 这些叫做十个神 十个神 小心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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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神 因为他是十个神 我们简称十神 但因为他跟他的音音是读一样的音 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会 八字有十神 哦 有十个神 不是 有这个神 所以以前呢 在真正的 现代才叫十神 这十年才叫十神 以前呢 以前不叫十神 以前不叫十神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呢 这叫三观 这叫三观 记住了 好 来 八字里面如果出现 第一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命足 第二 八字里面如果出现了 这个 笔尖 出现在笔尖 要谈财富 如果你要知道你有没有钱 你要知道你有没有财 你一定要看一样东西 那就是年 一定要看年 你几年出生的 那我告诉人家 我是1956年出生的 就可以了吗 还不可以 因为你不懂 它的命足是什么 电话 这个 这个 Room control 大家都懂 对不对 这个就是八字 里面有什么 年月日 时 但是没有 电源 为什么呢 命足就是电源 所以一定要知道命足 那会不会很难懂 命足是最容易懂的 财一下万年地就马上懂了 很快的 这个命足不难 所以 看财富 一定要看我们的年 很重要 我们的年 当然 年 很好 月 也不错 就像一个女孩子 脸 很好看 身材是第二个了 身材 也很棒 然后腿短短 Oh shit 再加一个长 完美 这个是不是这样 你们看女孩子是这样 要美 身材要好 腿要长 那完美 对不对 分三层 你看 其实 这个叫小分 小分 看脸 看身材 看腿 三分叫小分 大分 他一岁到三十岁 三十岁到六十岁 六十岁到九十岁 那叫大分 你再看看 六十岁你再看看 脚脚 老老 脚呢 有可能还坐轮椅了 所以 这个就是佛教说的 无常 不会永远的 我现在有一百万 对不对 很开心 哈哈 我有一百万了 会永远一百万吗 不会 但有些人会把它变成两百万 是不是很厉害 有些人变成三百万 有些人变成一亿 了不起 到最后呢 归零 为什么 死了都带不走了 对不对 刚刚有一个 一个我们 很老的人 走了 我没有讲是谁 那么多钱都 怎么样 还能带走 是吧 带不走 这个就是佛家所说 无常 但是他的钱带不走 对不对 是不是还是有留在这个世上 那个就不叫钱 那叫财富 所以 我有钱 我有屋子 我有游艇 我有车 我有地产 地皮 那个你不是有钱 那个叫有财 你会好好的用它 财就变成富 财富 财富是这样子的 要运用它 好 所以 这十个神 笔尖 要记住 笔尖 笔尖代表什么呢 代表自己 也代表身边的东西 这叫笔尖 你穿的衣服 就是笔尖 当你把衣服 脱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 劫财 例如 把衣服脱出来的时候 衣服不见了 或者 被楼上的人抽烟 噓 丢 一个洞 对不对 那个就 财就被截了吗 这样的意思 手表 戴着的手表 哎呀 戴着 那是笔尖 脱出来的时候呢 是劫财 因为会不见 会被截掉 去看手表的时候 这个很漂亮 给我这个 这个给我看一下 这个东西叫劫财 知道吗 这个东西叫劫财 你不信啊 等下你说 包起来 你就知道了 就是劫财 而且是有来生的 不用拿枪的 而且 两千几 两千几 两千三啊 等下 两千二啊 你要捏捏 哦给他的 那不是劫财吗 有来生的劫财 当你一戴了呢 就叫比肩了 就没有劫财了 那劫财呢 就是劫财里面 有杀心来了 有杀心来了 什么意思 我们带着 Don't move Oh shit 拿着 还有没有 有有有 全部给他 OK Steady的还放过你了 像李嘉诚的孩子 被绑架 是不是 他要二十一 李嘉诚说 我愁 愁到最后 我给你十一 我给你十一 然后跟他讲话 你突飞讲话 给你十一 你拿了十一 你应该好好地去过日子 不愁吃不愁穿了 你如果动 我给了你十一 你还动我的孩子 我们潮州人 不是好惹的 我一定让你 就是日子难过 他可以拿十一给他 他也可以拿十一去买通黑社会 所以那个人 Steady 拿了钱 放他孩子走 他孩子 更Steady 刚刚被绑架 回来之后 冲个凉 睡个觉 明天 肯定会做工 没有事情 那么最后 那个人被抓了 他问李嘉诚 恨不恨他 李嘉诚说 他没有说恨 没有说不恨 只说 我自己拥有那么大的产业 知名度那么高 我没有请body gun 这是我的疏忽 他教会了他一课 所以他找香港的警长 退休的警长 帮他安排策划 他所有出门 你看 他的量多大 对不对 有些人就说 如果我是李嘉诚 我也会这样 蛋 会这样 是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厨师永远吃 厨师在家里煮饭 是最难吃的 因为火不大 他们 你叫他 他们都是要大火的 当然 他如果煮小火 还是OK 对他来说 不够标准 因为掌火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笔尖是自己 劫财 也是自己 但是劫财是身外的 你用得好 你劫人家 你用得不好 人家劫你 明白吗 我想问你们 你们在这里 谁是带着钱包睡觉的 有啊 我当兵的时候 我只reservice一次 很奇怪 那一次去了 就不用再reservice了 不懂为什么 有可能供钱 带着钱包睡觉 hotel都怕 是吧 我真的 我没有像你们这样 我是放在我的床底下 那边 太多了 有时候带 去西藏 带了 带了 应该五十万吧 五十万只是 开始用而已 后面还有一笔来的 那边 因为那边拿钱傻嘛 不平安 那么 我们没有带着钱睡觉的 是不是 同样的道理 我们睡的时候呢 是什么都没有的 有些人是裸睡的 那个更clean的 什么都没有的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所以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是劫财之身 叫劫财之身 睡醒了呢 是笔尖之体 这个就很深了 劫财之身 是什么意思呢 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笔尖是自己 你睡觉 你可以睡一觉